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 部分中国商品自3月25日起 将被重新加征25%的关税 4月6日 欧盟对美国出口的大火机 家具涂料和扑克牌征收关税 疫情确实有可能成为 引发贸易保护主义的重要因素 这固然可以看成是 转移国内舆论焦点 助力领导人竞选连任的操作 但背后所传递出的摩擦升级迹象 乃至战争的气息 还是令人不寒而栗 那么随着疫情导致的全球经济衰退 逐步变为现实 并成为各国关注的头号任务 我想新一轮的甩锅大战 可能会再度爆发 疫情的一个重要的次生灾害 可能会继续显现 也就是说在发达国家内部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 发展中国家内部等等多个层面 围绕着贸易 投资 科技 金融 人员往来等议题 可能会爆发全方位的摩擦与冲突 继续加剧呢 早已经存在的各种不平等 不平衡的问题 进而呢 逆袭 当然了 这样的预判呢 显然也是一种比较悲观的情景 那么是否会出现的 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细致观察 现在就下定论的 可能还为时尚早 让我们拭目以待 让子弹再飞一会儿